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大家喜欢的事比较容易 但如果要坚持自己的兴趣 有时候会觉得好寂寞 我们带您看今天这个主角人物 他是一个冰球教练 台湾这个冰球似乎并不是很流行 不是很多人了解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一头热到底要怎么坚持下去 而多年下来 其实我们看到他不断地训练自己 加强自己的信念 然后再去影响别人 靠着热情走出一条非常特别 但是精彩的热情路 这个运动它在我的 可以是说这个童年啊 这段时间是陪我成长的 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那我会借由 在打冰球的这个过程中 去输 外面已经是台北的 向夏天的春季 小巨蛋冰宫里 永远是冬天的温度 2015亚洲杯冰球挑战赛 许多在台湾学冰球的学生和家长 都认得这个人 他是孩子门口中的Kevin教练 游绍扬 他们就觉得说 打这个冰球 你就当兴趣就好 你不要这么认真 如果你一直打 你会饿死 走一条人不多 自己也经费拮据的路 Kevin教练曾经是冰上曲棍球果手 就是说 我小时候不能完成我的梦想 说到国外去打球 单亲家庭 祖母和姨婆带大 盼她好好读书 教练曾经要送游绍阳出国 去打冰球小联盟 但家里没这个经费 现在台湾偶尔也能看到 国际级冰球赛了 现在台湾南北都有冰宫 可以练习了 也有越来越多父母愿意让孩子学冰球了 不过它始终还是个国家不太注意的 冷门运动项目 永远在很冷的地方运动 你要耐得住冷和寂寞 自己找出路 尽量不要跌倒 尽量不要跌倒 或者是说如果人家来碰撞你的话 我会教他们一些技巧 这样子来去保护自己 其实这些冲撞 因为你将来长大 你就是都要接受这样子的游戏规则 所以从小就其实可以让他们练习 如果说是在墙边的话 如果有人要来冲撞 基本上我们必须要离这个板墙 差不多不到10个分的这个距离 因为如果我们是贴着这个板墙的话 我们这个身体会被紧压 可能这个肋骨啊 还是里面就是会有断啊之类的 活着不可能没有冲撞 练冰球可以学会不逃避冲撞 梁湘龙是小球员家长 孩子当初因为有一点点过动症状 听说学冰球可以训练注意力 夫妻俩于是送孩子来学 一打就是六年 他会很细心地去教导小孩子 假如说冲撞 就是我觉得他蛮少数 就是说从小就会教小朋友去冲撞 教你去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冲撞 保护自己其实也是要 你用正确的方式冲撞 同样的你也是要保护你的对手 现在已经27岁的游绍阳 以前学冰球时却没有这些环境 也没人陪 二十年前台湾只在台中有一个冰宫 还好跟他很有缘 在家附近 而且亲戚就在冰宫上班 凯文教练不只带球技 他会带小朋友的品德 品德 因为有时候 因为你知道 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宝 他会认为就是说 有时候球队 因为他是团体的 那有时候你个人的行为 是不正确的话 那凯文教练其实是蛮严格的 有时候甚至 我有遇过他有时候甚至会叫小朋友说 你今天就出场 不准你在场上 祖母工作忙 怕他没人看着学坏 周末时亲戚就把他拎去冰宫 陪着上班 当年没大人陪的八岁小男孩 在冰宫里看整天 倒是没有马上心动 因为我不会 对那时候也海啸 滑了一次不到十分钟 我就说我不玩了 因为那真的很滑 然后再加上 那个冰场里面是很冷 可能就是算一种挑战吧 我小时候其实是蛮好动的 就是说 假设我 像我们会拼那个什么 乐膏还是玩具 可能我拼错的话 我会当下我一定很生气 我就是不要了 可是回头我会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那再来就是 可能隔了两个月之后 我自己提起说 我要再去滑冰 冰刀让这个小孩 看见自己不甘认输的个性 再次跟着教练站上冰面 这回 多试一次就可能成功的名言 在他身上应验 从八岁学到十岁 小男孩学会冰刀 再拿起冰球杆 因为我就是开门 我就去到这个冰场打烊 所以我是等于是整天 我是泡在这个冰宫里面 因为那时候练的人没有很多 然后我的教练就是说 2002年有一个比赛 然后就是刚好是 我们叫做U18的岁组 就是14到18岁的中间 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去比赛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可以就是代表国家去 去参加比赛 很不一样的运动又有标速感 尽管教练严格 两周才从高雄来台中 教他一次 剩下的时间他就自己苦练 当时许多来台湾工作的外国人 也爱打冰球 小男孩就在旁边 边看边问边学 那时候我其实也沟通不了 但是我们冰球就是有一种 冰球的术语 就是可能他讲了很长一段英文 但是我只知道里面一两个 那我就知道说 他可能意思是什么这样子 为了冰球 腼腆害羞的小男生开始主动 只有一个冰宫 只有周末可以划整天 家里虽然反对他打球 但也没空禁止他 我就说好 那如果我就是这一次的断考 我考了及格或者是有进步 你们就给我买一样一样的 就是最简单的 的可能手套或者是球杆 我因为要得到这些的装备 我去就是努力的去 去学习我这个课业 你们这个球杆记得一定要拿 你知道我们处分小孩子的方式 是什么吗 就是跟他讲说 你不怎么样不听话 或者你功课不好 你功课退步 我们不让你打球 他会哭着跟你说 你不让我打球了 那我将来能做什么 也不能说哀求的孩子太戏剧化 尝过冰球这种速度 比较有机情的滋味 任何人都很难忘记 我觉得他这个 手脚啊 跟各方面的协调 真的都有训练到 而且我小孩子过动了 然后真的对他的专注力 真的改善了很多 其实小孩子平均一个礼拜 会有四天在打球 所以通常我觉得我老婆比较辛苦 因为他几乎就好像他的经纪人 就代进代出 台湾给这项运动的资源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经费 都是家长自己出 像我儿子练球练了六年 其实我也差不多就六年没有周休 没有所谓的周休二日的假期 现在台湾只有南北有零星的兵工 能租给冰球队练习的都是冷门时间 有时家长清晨四点多就要起床 带孩子练六点半的早场球 或者像现在周末晚上十点开始 练到午夜 几个忘记穿护颈的孩子 被罚坐伏地挺身 在冰上要承受自己和护具的重量 是要他们记得负责任与保护自己 因为自己的疏忽受伤不该原谅 受伤是门牙 断了 是被球杆打断 那时候是有点吓到回去怎么交代 但被对手撞伤是正常 小孩们要学到强者不等于不会受伤 受了伤要撑得住 跌倒要爬起来才真强 冰球的护具不便宜 但受伤还是难免 他就来了那一次刚好我也受伤 然后他就说他不看了 因为他可能是他年纪也到 然后又是加上这个运动太刺激 他觉得负荷不了 他又觉得说怎么都在打架 但还是有很多家长 看见孩子在冰上飞驰快乐到不行 好像代替自己完成梦想 孩子学会团体合作 甚至出国比赛 带家长们就算要贴钱也是余有荣焉 去年Kevin教练领军带着十岁组的台湾队 去香港拿到分区冠军 也是很辛苦的 凑了九个球员 是不够啦 因为标准来说至少要十 十个 他们几乎都打满全场的比赛 因为没有可以换 讲起儿子的表现 眉飞色舞 去年我跟我儿子去参加了一个 小胖威力的公寓路跑 五公里而已 出发前我就跟我儿子讲说 你不要勉强 真的跑不动 你就用走的 然后最后是我儿子在终点 等了我二十几分钟 他说你怎么那么晚才来 我就觉得我忘了 我儿子其实是个运动 输给儿子还是笑得很开心 爸妈们甚至自己为孩子做球员卡 还把迎来的奖杯 复制带回家 这段有冰球的童年 是全家共同的回忆 不过做教练的Kevin 当年可没那么顺利 除了家人不太支持 同学也没什么人一起玩冰球 这等于是他自己 周末时单独的嗜好 但是他的国手梦 在十三岁那年 被现实打碎了 就有一次我是很难过的是说 台中这个冰场关闭了 那是不是不知道哪时候会有新的冰场开 所以当那一天我听到说 这个冰场关的时候 我其实也不相信 我又自己跑去那个冰场看看 那后来他们就贴了公告 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哭了 没有冰球将来要干嘛呢 十三岁的小男生 人生第一次被失望打趴 整年都失魂落魄 2010年去参加到现在 2014 就是说 这是我们去年拿了冠军杯 然后我同时拿了 最佳球员 意义是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拿到冠军 然后第二个是 同时是带领自己的学生 去参加这个成人组的比赛 无时无刻就是跟冰球有关 就像如果我不教课 我就是 对可能就是早上去看比赛 看那种职业的比赛 除了看比赛 他也有个自己的小小品牌 做球衣与用具 没有好环境 一切自己摸索学 自己做 小时候他甚至没有这些冰球比赛 不再可以看 这个证书是我去上海工作 也是13年 我当这个小学的滑冰教练 这个奖杯是 就是去年 去年我们去参加那个香港比赛 12岁的 然后一样是拿这个冠军 五六年来由邵兰到两岸 与亚洲各国 为小小孩们办训练营 教球这件事 他是很小就开始学的 有增加一点游戏感这样子 因为以前都是可能苦练嘛 没有那时候我真的听不懂 可是你又很想打 对 我就是想要打 但是 你有同伴跟你一起去 跟你一起去交过吗 还是你自己对人跑去 就我我自己去 他们会变成是免费或者是义务的教我 基本训练时玩游戏 选手训练时很严肃 认真的Kevin教练 让孩子们感觉到打球是要认真的一回事 因为小时候他差点没球可打 冰宫关门隔了整年才在台北开了新冰宫 14岁的小孩开始每周末搭巴士 北上打球 住在教练家 教更小的小孩 赚点助教费 现在虽然从国手变成教练 游绍阳每周还是有两天 跟外国人一起练 有几个还是他年轻时打球就认得的朋友 冰球带他学会适应独处独行的路 就算没人懂 你也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坚持 那时候有遇到一个经费的问题是 就是我要去纽西兰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机票很像要2万多3万左右 那时候我有回去告诉我奶奶这个问题 那他就是说那就不要去了 那时候就是吵 我要我要我要去 其实我的教练他自己也知道 我的家庭的环境 他说他有帮我募资到一笔的费用 我有问他就是这个人是谁 那可能将来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钱 是分期的还给他 或者是说当面的谢谢他 可是我的教练他说他不告诉我这个人 对那时候是我很感动到 那我奶奶其实她是一个很节俭的 她就说这样不好欠人情 那我奶奶我们家的这一部分 也是只有丢了一点点的费用 然后才完成出国比赛的缘分 谢谢 当时他是对上年纪最小也最矮的一个 跟着大哥哥们出国本来很开心 看到人高马大的澳洲对手 小孩脚软 人生第一次的出国 差点只剩悲伤的回忆 有在那边被抓回过吗 有 就是转一个两三圈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被抓得很惨是对澳洲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十七十八岁 那他们的身高 那时候最高的有到一百九 一百八 那时候我差不多也才一百四十几 他这才明白为了凑人数 把年纪最小的他带出国拉上场 挑战可是他自己要面对的 忽然怕起来 就是害怕的 就是可能球在我前面 可是我根本就不敢去捡这个球 现在游绍阳当然知道 西方人壮硕 耐冲撞 东方人矮小 进攻灵巧 各有优点 不过当时 个子好小的十四岁中华队后卫 靠善心人捐款出国比赛 还被撞飞 每个点似乎都值得小孩自连 当场喷泪 我是受伤 可是我要硬趴起来 去说我没有死 那本就会被回下去 对 那再来就是说我怕丢脸 每一场他都把握机会留在场上 他知道自己的回忆要自己创造 后来我们最后一场 我记得我是队上 是队上猛 不过当时实在太惨 胆子快被吓破 他从头到尾每场比赛 只敢传球 这个队友他们在争球的时候 球就争到我这边 我就尝试了 我就那是第一次出手 我就从很远的那个篮线 就设 就直接进 然后大家就是很开心 就看着我第一次出国 然后又第一次就是得分 为了冰球才读书的小男生 胆量突破了 他终于给了自己难忘的 国手生涯回忆 原本已经半工半读的他 以为高中毕业 没办法出国打小联盟 梦想就结束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如果我没有大学 那没关系 我反正我就去教小孩子了 打球的学长建议他 送了文件去申请大学体育系 隔了一段时间 我的那个学长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恭喜你 你上了台北体育学院 他去帮我看放榜的名单 然后就看到我的名字 放弃了出国打职业冰球 命运没有放弃他 成为为台湾冰球打拼铺路的人 这段同伴稀少的冰球旅程 居然让游少阳这个普通高中毕业生 当年以提宝生资格 进入台北体育学院 我就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回去告诉我奶奶 跟我姨婆 我说我要准备念大学 她说真的假的 她说真的我没有骗你 我说我考到这个台北体育学院的大学 那时候我奶奶也很开心 然后我姨婆也很开心 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人 进大学 到台北来念大学 是打球 对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说 打冰球就是这样子 赚不了钱 仰不活自己 那我就是每一次的可能训练啊 教课啊 甚至说到我现在可以出国去办这个训练营 我都会告诉他们 那他们也会觉得说 其实我是有一个计划性在走的 这样子 让他们可以放心 原本祖母看孙子比赛会心脏受不了 现在家人们终于比较了解 他在玩的运动 像现在我回去 他们都会去炫耀说 这个国际教练回来了 国际球员回来了 那以前小时候他们不敢讲 小国手游少阳长大了 变成Kevin教练 摸索着学会教球 学会英文 冰球带着一个经费拮据 不敢多想的小孩 还是出了国 到过世界各地 到处交朋友 一般人害羞 不敢跟外国人攀谈 他常常用冰球 能打开画匣子 就是在国外 就是连 就是陌生人 就聊到冰球 我真的有这样 聊到到时候是变朋友 在台湾 现在学冰球的小孩 从南到北不超过一千个 他就交过两三百个 甚至帮忙牵线 让三个学生成功申请 进加拿大的冰球学校就读 我就是把可能无法完成这个职业球员的梦想 我把它转为成一个教练 我也可以在在中国交球或者是东南亚 就是说靠着这种到国际跑来跑去 来去弥补说我无法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的梦想 靠自己摸索观察 学到的东西也很踏实 因此Kevin很有自信 现在教的学生多半是八到十四岁的小孩 也都是我刚开始的那个年纪 那当然因为我可能 我有经历过这一段 所以我知道说 现在这些孩子的年龄层 他们心里在想了什么 在养热带出生长大的尤绍阳 没有因为种种困难轻言放弃 如果没有接触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 相信你的热爱 把知道的分享给别人 不要轻易觉得自己的梦想没价值 Kevin教练就埋头 直跟随自己的热爱走 梦想转了弯 冰球还是带着他一直往前进 更多小孩像他一样 在冰上享受速度与激情 练出不怕跌不怕撞的胆量 就算别人不懂也要知道为什么坚持 而广告之后我们要带您看这个人的选择 也很特别 他当兽医 而且选择当的是 比较不赚钱的大动物兽医 我认为台湾的畜牧环境是非常缺乏医疗工作 所以我其实当初是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好像台湾没有很缺我一个小动物兽医师 但是在大动物这一块 因为相对对这个兽医的缺乏是比较大的